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维修工 小佳哥,今天给一个客户修一个太阳灯会不耐随 就是上满水以后,家里不知道满水 现在我已经来到楼顶了 又换了一个楼 我刚才带的是那个楼 现在我上这个楼 看看这个楼上是怎么回事 这个楼是特别的不平 不合流入 这个回去罐没有 哪个是 还不回来了 这个楼是特别的不平 你再上一下子楼,你不爱管电话 啊 开着点哈 你有那个 开着水没上 没满,没满,等会儿没流啊 打房子还留呢 你再上一会儿哈 别想挂 我看确定一下子是这个不 因为现在有两台楼子 你那家是什么牌的,你知道吧 慢了,管事吧,管事吧 管事,上了 管事吧 我再给你吹一下子会睡 你刚才听见动静呢吗 假的 扯转的 扯转的 你你停一下子哈 那个回去罐满了水那个罐 是这个哈 好嘞 那这那个矮子的东边那个太阳灯也是坏的 行 我找到了 我知道了 你那个先挂着电话都行啦 不用上水了,不要上了 我现在给你准备修着一根管 这根管不行 那个考虎家的关子 回水关出现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半小的楼 脆度太大,冻的 咱现在给你修着 就是给这个 太阳灯架子一直揉着它那个通 一直是满上坡 古丁 改古丁的古丁上 看这个太阳灯是被合护这样修着 这是太阳灯的一粒坡 换了一个行李 直接帮着一粒下坡 下到那个沿 露体的那个 灌道径上的那个位置 他原来是在这个地方悬着红 一刮风要摆要摆 要把它长出 你看看整个客户压力也是断了 在那个还行 在那个他永远不会要摆 一会我得在这里给他鼓定一下 一下子 你的刮风除非台湾那种飘下来 那要摆没法了 你想他管的我给你鼓定他 是吧 鼓定好几个电 他绝对不会要摆了 担心吗 有不明白的可以直接实现我